爸爸好心疼 儿子身上手臂严重红肿 又轻又脂加上破皮 受伤的还不止有一个地方 就是用棍子拿去打 连臀部都要打 都要打啊 这真的 头穿啊 只是去上学 回家手臂淤轻红肿 屁股也是大面积淤血 再看看大腿还有小腿 全都肿到不行 家长指控 小朋友只不过下课开玩笑打闹 竟然就被老师处罚 连打二十几下 这会不会太夸张 事件发生在台南一间私立中学 28号上午 陈爸爸接到老师通知 说儿子在学校做错事 需要处罚 本来不以为意 结果儿子一回家 竟然遍体鳞伤 让爸爸气得 要让儿子马上转到别的班级 事发后 老师跟学务主任 还提着水果礼盒到家中道歉 但爸爸依然无法接受 这样严厉的体罚方式 劝说辅导都没有用 那个老师就家里处罚 处手比较重 四度的体罚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你把他打到全身都是伤 有点失去教导孩子的意义了 老师也坦诚下手太重 虽然当门道歉 但爸爸认为已经无济于事 因为儿子身心都受到伤害 他只希望老师可以对自己的行为 向班上学生说抱歉 下回别再有类似意外发生 记者来文章 陈丽婷太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